大家好,我是朋友大事,或者是个本期大事观战来观战一把目前S2路头 上个赛季结算的时候是S1的路头 小女孩心理武董加拥兵 小女孩这个角色要看是不是四黑啊 如果四黑的话我觉得还蛮有的打的 但是路人觉得话小女孩想要发挥比较大的空间挺难的 就正常可能就正常6然后这边被一勾勾到打一刀对吧 你万一小纸片交不好还取消擦刀 上来的话遇到古董伤那还可以啊 相对来讲古董伤心理应该是比较愿意被遇到的 小女孩被遇到的这把就比难打的 就是你可能得豁出性命去保这个小女孩才有机会 而豁出性命去保这个小女孩呢 直接勾到一个傭兵 这一波的偷袭真的是傭兵都没想到啊 直接打了一个震慑钩 把傭兵给秒了 这傭兵你交不交护币 傭兵不舍得交这个护币 反正我是要倒的人了 我凭什么交这个护币 这倒也是 呃就下来再看了 那这样的话看球水边谁带博命啊 古董伤小女孩心理学家全是单谈 目前来看是小女孩过来 但是位置上面来讲这个位置可能会被拦住 还有一点是什么的 路头带的是个传送 他打一刀以后传送这个人是救不下来的 除非这个时候古董伤过来 对古董伤得过来 他们得两个人过来 一个人往前冲去救是一定救不下来的 这里两个人来救嘛 亏是亏了点 但至少感觉相对来讲会稳一点 也勾可以打 打中的是古董伤 佣兵这边被救下来以后 手里三个后臂 古董伤这边再连一个棍 其实这边我觉得 抓古董伤也行 因为这古董伤一勾就倒 一勾就倒 而且他手里面两连棍已经交掉了 嗯 再抓佣兵的话 其实这佣兵没那么好抓 其实这佣兵没那么好抓 过来 好像是找到了小女孩 这边吃了个假 那这波抓小女孩也行 古董伤因为这边是移情给上了一个补状态 那么抓小女孩也行 还是要抓佣兵吗 还是要抓佣兵 其实我觉得他这边重新打一波防守 真的没有关系的 抓佣兵反而会给到求人者一些机会吧 当然这边已经开二阶了 无限狗马又好一点 真的 我觉得刚才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过去抓这边的古董伤 把古董伤寄到以后挂上 好的漂亮 那你抓得到是你的本事 对不对 厉害 我只能说 但是当时这边抓古董伤 把古董伤挂挂挂上 我觉得一定不亏 一定不亏 这边小女孩来救吧 小女孩来救好了 小女孩来救完了以后 两个里面肯定能留下一个的 这里心理的话被通缉到 相对来讲 这个心理其实是比较难操作的 这里的话 三个人的位置全部明 这佣兵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好的终于骗到了 再放甲 他这边这刀不打 很聪明 这刀打了 这边 第一呢 心理学家 他有可能一波加速 去把那边的佣兵给捞了 当然不知道捞不捞下来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插刀以后 他这边翻板子往前走 是可以拉开一波距离的 他这边勾完以后 放夹子就很秀了 也不叫很秀吧 就很舒服 这个技能释放 现在的话机子差了不多 两边都在修 虽然说这把穷者打得比较被动 但是打到现在的话 穷者其实还是能够看到一个三人开门战的面的 还是能看到一个三人开门战的面 这边的话勾 过来古董伤 棍子 好的 两棍 可以 那这样的话古董伤可以比较顺利的进行一波交互 但是路头这边一勾一刀 还是能够带走这个古董伤 这边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击倒这个古董伤 哎 传送 也行吧 传送的话呢 这边小女孩倒地以后 穷者外面压击是可以让古董伤来救人的 相对来讲古董伤这边 怎么递我吃个插刀能救人吧 对啊 不像是外面的心理学家 或者说是小女孩 吃个狗 你就得倒 就得量机了 你吃个狗量机 这边人家给你一刀 对不对 古董伤这边的一个位置是被大致确定的 所以说路头这边应该是会顶出去来打 那么由于机子还没有好 路头这边但凡看到古董伤 我觉得大概率这局还会拿下的 先封一个甲 最好再封一个 绕过来 骗 骗 实际上没来讲还是比较充裕的 而且他就算是真的就只压这个点 我觉得也行 这刀先打吗 先打 然后交勾 勾过来 封住你的一个救人路线 这边的话得等密码机 摇摇摇 应该是感觉要想要骗技能的意思 我还真不记得古董伤有没有交过飞轮 交过飞轮了 好的 太细腻了 太细腻了 这个路头打的也太细腻了 所有的点全给你破了 刚才勾到以后的不出刀放甲 这边的话不断的用勾墙来刷新自己的勾 骗你的飞轮 赶路过去 没勾到 没勾到的话应该是要走了 这边开门的时间 差差不多 门刚开 就不知道这刀能不能打中 哎 差了多少 差了一丝丝 好的 没事赶紧帮忙一下 再见 拜拜